台灣早期的小池灘打桃啊 從一根扁蛋挑著走到推著單輪車 這些充滿古早人情味的飲食文化 隨著人們生活習慣而改變漸漸的消失 高雄有位古物收藏家朱南山 收藏了50年代常見的小池灘 讓民眾重溫而是記憶 朗朗上口的早期童謠 古色古香的豆花灘 還有這個香腸灘 灘味上頭還可以玩骰子 一旁還有戳戳樂 甚至是打蛋豬台 這些都是50年代廟口常見的小池灘 過去許多民眾兒時的回憶 那個偶冰嘛 還有那個玩蛋豬的 之前的小朋友時候都有玩過 特別的還有這台賣青草茶的推車 彰化市市長特別飾演賣青草茶的老闆 分享夏日清涼青草茶 這個小孩喝完好友情 外人家喝完100年 原來這些都是這位60幾歲的古物收藏家 朱南山的收藏 他運彰化市公所邀起 在古院民俗館舉辦展覽 朱南山說 這些收藏的行業幾乎他都做過 現場還特別示範了獨門的 薄茶葉蛋技術 要看他打個打個打 來 從這裡 放在這裡 小朋友體驗早期吃麵景象 他們發現不管是早期的綿綿冰桶 或洗碗的水桶上頭 都有一片木頭 到底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這樣比較不切啊 你如果沒有這個棒子會切出你 如果一湯水煮冰桶 就沒人都洗了 不管是賣包子或是賣冰淇淋 30多種古早味台灣單頭仔 難得的展覽 讓民眾體驗古早的飲食文化 新唐人太電視葉錫鴻 台灣彰化報導 這杯版國的佛林